公巧吧 我是包博 我是文恩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秋末冬初的 輕頂車兩天一夜 自駕游 我們現在到了這個地方叫白化 那這邊的輕頂車 車站大概開車要大概六十分鐘 這邊的風景超美的 感覺好像資深在歐洲 我們現在在去哪裡 你知道嗎 這問題就我們的好朋友來回答吧 現在在這裡 北八之越纜車 超突然 我們到哪裡了 北八越路 喂 我們現在要做什麼事情 我們要去拿攬車囉 下車囉 現在前往展望台 展望台 那邊除了剛剛那個展望台以外 還有一個十萬點的平原 簡稱平亭 上車囉 我們現在到的這個地方叫女神之湖 那我們剛剛從小木屋出來的小木屋是什麼 當然就是上車睡覺 下車尿尿 那邊躺了幾個點啊 那個風景都非常好 然後像現在這個女神湖 她在湖水跟天空 我沿著就一摸一摸 我們現在距離女神湖開車大概五分鐘的地方有一個崩潭 然後我們今天的行程其實蠻有趣的就是 其實大家在開車三十分鐘左右的距離啊就有非常多不一樣漂亮的景景品 然後喝個牛奶拿來搭屁股吃 你怎麼覺得配啊 舒服 喝完牛奶接下來要幹嘛了 接下來我們要回清景澤然後吃晚餐 走囉 謝謝謝謝 唉唷 這家非常的復古的感覺 唉唷 就是我們出來清景澤睡的房間 大概是十月底來的清景澤 然後現在晚上的溫度大概是七八度非常的冷 然後這邊大概六點多的時候 電影關的差不多 但還是有些餐廳繼續營業就可以吃晚餐 湯頭部其實雖然跟台灣的湖部店都很相似 但是豬肉的部份呢 在台灣很難吃到什麼好吃的豬肉 吃把它送陪友走之後呢 我們要幹嘛 我們現在要來晚上的清景澤車站 看看吧 晚上第一次來到清景澤的車站 那我覺得他點燈看起來還蠻漂亮的 其實晚上雖然客戶中心已經關了 但是呢 他這邊散散步的感覺還蠻浪漫的 就是這邊的Outlet還有Elimination 晚上的時候真的好漂亮喔 接下來就需要回飯店休息啦 那大家明天見囉 Bye Bye 一天的開始就是要吃早餐啦 現在我們就要開始玩今天一整天清景澤的行程囉 首先我們第一站來到了白系的瀑布 我們現在在前往白系之龍的路上 會經過一條自然小徑還蠻漂亮的 前面是白系瀑布 這個白系之龍瀑布的特色啊 就是他跟一般那種很高的瀑布雖然不同 他比較矮 但是呢他在這個寬70公尺的岩壁上 中年呢他都流不停 即使是冬天的時候也不會凍結喔 這個區域也有很長的自然步道可以漸行 我們逛完了瀑布 接下來要去中清景澤的周邊晃晃 我們就下車了 我們接下來要去哪個地方呢 接下來要前往十支教堂 清景澤這邊呢有許許多多的教堂 今天我們總共會帶大家去探訪四個教堂 我們現在來到十支教堂 因為今天有婚禮的關係 所以沒有辦法到教堂的本體 但是呢光是靜雅這個走到這邊的時候 想像就非常的有感覺囉 在我身後遠方的就是十支教堂的入口 看起來超有味道的 在十支教會旁邊 有清景澤的高原教會 但是因為今天有舉辦結婚典禮 所以不能拍教會本身 但是我們還要給大家看一下紅葉喔 我們現在在特斯拉 回到了那個清景澤車站的附近 現在要吃中餐 我們來吃 Amboka的披薩搖烤 乾杯店 清景澤的最有名的景點之夜就是它的教堂 小時候放這個聖堡國大教堂 因為是清景得到Shar紀念教堂 所以看到教堂在這邊 然後這一位呢就是Alexander Croft Shaw 我們走一走有點累了 去喝一杯下午茶吧 這裡呢是日本歷史非常悠久的Hotel One瓶 你進來這邊就真的可以感覺到它的歷史悠久 我們今天選擇在室外的座位 然後因為這個下午的時間天氣還蠻涼爽的舒服 稍後座休息結束之後我們現在要去哪裡 現在要帶大家去看看雲場池 我們現在來到一汽車的車站 非常近大概只要走10分鐘的雲場池 這邊的環湖步道大概15到20分鐘就可以走 我們就帶大家邊走邊看湖景吧 大家走走 晃晃啦 對啊 命運走就是一個 適合你就是悠閒在這邊 然後漫步在這個地方 然後體驗這裡所有的風景還有食物的地方 以上就是這一次清景澤秋末冬初 兩天一夜自駕遊囉 我們就開車回東地啦 我們就把握握了 我們就把握握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